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整串的RGB风扇非常耀眼 以及一旁电动升降电脑桌也相当吸睛 我们马上来听听连力的Hank为我们介绍 Hi Enterbox的粉丝大家好 我是连力的Hank 我们所在的摊位是J0309A 那是连力工业的摊位 那我们公司呢主要是以铝机壳闻名的 那另外在今年的话有涉足一些周边的配件 所以目前的话呢 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新的这个RGB的风扇 那虽然说风扇看起来都是长得一样 但是实际上呢 左边这一排的话 它是单色的是我们的Bora Lite 它是RGB 12V的风扇 那右边这三排的话呢 是新推出的Bora Digital 它是5V ARGB的灯效 所以可以看得到 Bora Lite呢它是只有单色而已 那Bora Digital的话它是可以做彩虹 或者是说不同的变化 对 那这是AdressBoard RGB跟RGB最大的差异 对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这个新的机壳 它是TU-150 那TU这个系列在连力其实已经蛮久了 这边的话呢 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这个旗舰机种 那个Odyssey 10 那它可以看到有两种不同的模式 这个直立的模式呢 我们把它取名叫做Dynamic 那其实这Dynamic跟这个Proformos 它都是同一个机壳 只是说我们消费者可以透过自己DIY 去做不同的变化 这个机壳呢 本身都有附23个零组件 就是像这些东西 那我们可以自己去做不同的变化 看你知道装在上面还是装在前面 通通都可以 都是让消费者自己去做DIY 那一方面的话就是说 看自己的喜好 或者说家里空间去做调整 直立的话呢 它可以做一个360的水冷排 那我们前面可以做一些水桶啊 或者是水道板 那横放的话呢 它可以装两组的这个360冷排 一样可以做水冷的这些效果 然后整个机壳的话呢 都是全铝的 雷射切割 然后两边这个都是玻璃 都是玻璃的 可以看到很特别是 它一个是做弯折的 一个是可以把它打平的 那这两片侧板也都是同一块 那另外这台机壳的话呢 是我们新推出的Lancor 2 那它前面的话可以看到有些灯效 上面有控制开关 可以做不同的效果 然后一样它的这个面板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完全没有线的 它是用微接点去Touch 另外呢它一样是有支援这个水冷 水冷改装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它的这个 侧板啊是完全不用螺丝就可以打开的 两边都是一样的开法 打开以后呢我们就像一个OE一样 然后里面呢也是有一些特殊的设计 像这个硬碟的这个快拉 然后一样它这边的话可以装一组360冷排 上面的话也可以装风扇跟冷排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它在这个隔离舱上面呢 一样有做这个风扇的位置 这个是比较少厂牌有做这个功能的 我们只看到SSD在发光 不会看到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线材 后面的部分呢跟前面一样它是可以免螺丝打开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后面整线槽的部分呢相当的完整 我们把侧板这些盖起来以后呢 只会看到SSD的部分而已 好像那搭配这个发光的SSD其实非常的漂亮 这款的话是我们今年新的这个电脑电竞桌 它这一款的话电竞电脑桌连利 它其实算是第一个推出这种桌子的 一般升降桌我们很常看得到 那电脑桌我们也很常看得到 但是我们这个桌子的话是将电脑跟升降桌结合在一起 对那可以看到它一样是可以做一些水冷的改装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玻璃有点雾雾的 是因为我们配置了一个电控模 那通过我们的按钮以后呢 它会做桌面会做不同的变化 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变成雾的了 看不到里面的配置 如果说我们不想让人家看到里面的东西 或是觉得灯光太亮 我们可以把这个桌面变成雾的 然后再按一下呢它就会变成透明的 对然后另外左边的话它有个风扇控制按钮 有四段风速可以去变化 另外呢它还有RGB的控制键 它有不同的模式可以去做变化 可以透过灯条或者是一些风扇啊这些设备 另外呢就是比较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升降功能 它除了简单的上下以外呢 它还有四组的这个记忆模式 我们随便按一组呢它就会到达我们指定的这个高度这样子 这个空冷的散热高度一般会是在四公分以下 会比较建议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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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